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有什么仗要找莫无计算 也要等到天机气运得到之后 于真呢更是气得牙都要咬碎了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 莫无计此人他是必杀威夷 大家注意了 一炷香之后 就会感受到一种浩瀚的天地规则 到那个时候 大家注意防御 以免被突兀射出的天机芒给伤害 莫无计还在胡说八道 本来几人已经决定 随时准备进入天机气运罩里 如果莫无计失败 到时候三人必定联手干掉莫无计 可没想到 莫无计现在却要求他们提防 还有什么天机芒 这东西一旦出来 他们能不能躲开呀 即便是于真呢 从未听过什么天机芒 他也只能宁可信其有 原本准备随时冲进去的四人 此刻都下意识将原理护持在自身 不再像最初一样准备冲进去 莫无计注意到雷红级的天机箭 送入凹槽之后 天机箭便自动印了进去 根本不存在放不进去一说 几乎就在其他三人 送入各种天机则之后 他直接寄出了天机棍 果然 天机棍一拿出来 就和天机箭一样 自动镶嵌到凹槽之中 天机武则一到位 天机七云罩便被一种 莫无计完全不能感受的 天机规则所笼罩 连一息时间都不到 咔擦一声 天机七云罩便发出了一声 轻微脆响 接着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一种 磅礴浩磅的犀利 因为有莫无计的花在前 其余三人都是 下意识护住自己 莫无计也疯狂止住了身形 接着便寄出昆武剑 一剑劈了下去 撕裂的剑椅铺天盖地 轰在了天机七云罩边缘 咔擦声响不断传出 气运本来就存在虚无 不是任何感官可以感受 莫无计这种动作下 气运更是直接反馈给了原先的仙界 而这整个过程不过一息的时间 等三人反应过来之时 整个天机七云罩 早已化作虚无 气运加深是不错 如果莫无计 于真娜 雷鸿吉 还有胡志生 同时进入七云护照 那七云加深最多的 肯定是于真娜 现在因为莫无计 在天机七云罩打开的瞬间 动用昆吾剑撕开了天机七云罩 和整个仙界比起来 莫无计几人根本就微不足道 几乎在瞬息之间 天机七云罩中被剥离的气运 就完全反馈给了仙界 整个大殿一下子变得脆弱起来 似乎一切都开始化作虚无 找死 于真娜第一个反应过来 水章便是一道乌黑的光芒 化作一道弯曲的场所 直扫莫无计 莫无计甚至能听到 周围的空间规则 发出一声声列响 他寄出洛书 伸手抓自己的天机棍 和天机方砖 他知道自己没机会 抓天机箭了 因为雷鸿吉反应过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便是抓住天机箭 胡齿生却是第一时间 祭出了一道俘虏 显然是想离开这儿 可见胡齿生着实冷静 即便他恨不得杀了莫无计 但是此刻他依然没理会 莫无计和胡真娜 而是选择先走再说 一道血雾从莫无计身上炸开了 莫无计整个人 像被那道黑色场所 直接撕成两截 而这片地方也开始坍塌 莫无计任平洛疏忽在身边 然后跟着坍塌掉的大殿 卷入无尽的虚空之中 虚空中的撕裂传来 莫无计是神体巅峰 这等撕裂并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死亡的危机逐渐远去 而莫无计的心里仍旧是震撼无比 于真娜太可怕了 他被尚未炼化的洛书护住 被于真娜移到无黑场所 差点劈成两截 若是没有洛书 他恐怕早就没命了 生机洛开始疯狂逆转 莫无计身上的伤势 也开始缓缓恢复 对莫无计来说 只要第一时间没有干掉他 他就不会死 胡齿声顿走后 雷鸿吉一样是抓起了天机剑 便顿走 唯一没被虚空坍塌卷走的 便是于真娜 于真娜盯着神念都无法看清 任何东西的无边黑暗 杀气在他周身形成了石质 他知道被卷入这虚空垮塌的 只有莫无计一个人 他并没有去追杀莫无计 因为他很清楚莫无计死定了 如果不是莫无计有一张洛书 他那所早就将莫无计化作积粪 不过就算莫无计有洛书 中了他那所也是必死无疑 他那所会让莫无计的原神溃散 等莫无计原神溃散之后 锁中沙蚁会逐渐撕裂莫无计的肉身和石海 哪怕莫无计再强也只能够慢慢的死去 他这一所 还有信心 哪怕实力比他强的被击中 也只能够等死而已 只是可惜了那张没被炼化的洛书 他知道莫无计原神溃散之后 洛书会自动消散于浩瀚宇宙之间 他就是去追也追不上了 他们一口气 于真娜知道自己该回去了 也许哥哥早就回去了 也不知这次哥哥得到了什么样的机缘 一想到即将得手的一介气云 被一个无知的混蛋给破坏 他的心里就是憋屈到吐血 一阵阵轰鸣之音传 站在永英先前外面的众多强者 皆是面面相许 他们停止了继续封印 因为封印已经不需要布置了 整个永英先前都开始坍塌 然后便化作一片虚无 怎么回事 那可怕的毁灭气息居然不见了 自在先帝精通意道 以一个反应过来 先前也不在了 那块树里的巨石也不见了 站在他身边的另一名先帝 也是喃喃自语 在这儿 可说是聚集了整个仙界的最强者 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巨石面面相许 若是我没猜错 应该是莫宗主 以大毅力和神通 将这里面的危机给解除了 可是莫宗主他 之前那可怕的毁灭气息传出来 莫无忌却并没回来 大家不用想也知道 莫无忌很可能雄多吉少 善哉善哉 莫宗主此举 与仙界大善 我等实在惭愧 行善话说一霸 忽然抬头 看向了浩瀚天空 不单是行善 其他的先帝 同样感受到了 我怎么觉得 仙界和之前不同了 摩门大先帝金平 惊诧地说 没错 仙界的气云 变得深厚和冤长 我推算不到任何东西 但我知道 仙界的确和之前不同了 肯定和莫宗主有关系 青阳忽然觉得 自己的经验放在莫无忌身上 完全不实用 之前莫无忌鲁莽地冲进去 他还颇有些无语 但现在 莫无忌不但解决了这里的危机 还让仙界的气云 变得深厚冤长 这里规则崩溃 莫宗主很可能凶多吉少 不论莫宗主最后如何 我都建议 能在这儿 为莫宗主树立一个雕像 自在先帝惊言意道 在仙界气韵改变的一瞬 只有他感觉到 莫无忌对仙界做出的贡献 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 此言善哉 行善何时 尽管他感觉莫无忌杀戮心太重 可是莫无忌心怀仙界 不顾个人安危 直接进入天机之地 到到最后 自己都没能处了 但却解决了天机之地的危机 这等凶怀 不但他行善不如 仙界又有几亿人能为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